AH股票新年假期完结后齐齐开市 两者都是受上周美段一些监管新闻影响而低开 但很快市场就定过晨来 买盘一路持续不断 接着就推高走高 上中正及恒生指数都分别已贴近即日高位收市 市场整体气氛积极乐观 早前本栏预计的上正3150点 及恒指的20300点 已是一步之遥 则不是 欧股似是感染了两地的喜气 全线普升 且升幅大都在1%之上 其实欧洲的基础面没有太大的改变 反而是消息面全来俄乌冲突可能有息火之势 主因是有小道传言说 美国似正做好下台阶 或会退出对乌克兰的支援 若战火停止 则最受益的必是欧洲的资本 不过 不者认为这消息的试探性可能较大 更大可能是美污的宜兵之计也 虽然石油价格有所回落 但黄金却如脱然之战 以转眼间冲上1850美元的高位 同时 美汇指数也反手杀上104.5水平 压住欧元英镑及澳纽元 这格局真不似是在太平盛势内 由上 不者对后市仍以审慎为主 于2023年开个好局的愿望已实现 就不能太贪心了 要有更大的耐性去做中线的布局和风控财事 故此除了对股市正买入 其他市场和资产都是正买出的节奏 如此一来一往 就提升了现金水平 掌握了主动 现在 我们的焦点都放在最贴身的问题 通关 这对日常生活及经济影响无疑最大 而通关后各种变数的显现 也会一定程度的影响到投资的取向和决定 而其中最关键的肯定就是对不动产的取态 所以 读者们也是首先要处理好这个问题 和想清楚自己和自身的选择 才能对资产的配置在未来一段不短的时间内 找到一个优化的选择 2023年以中国的历法来看 是贵卯兔年 兔子灵动 也遇是着波动 加上以三元九运和黄极二挂来看 都马上要进入大运的交接 若是能无逢交接 成上启下 那当然是十分美妙的 但若然是搞不清形势 作出适当的抉择 很容易就会是回头百年身 所以误人会在未来几期 略述对兔年天运地运的看法 以供各位读者一个参考 请多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